由陳欣錫執導同作曲填詞 鄭丹瑞擔任創作顧問 班Sir歐陽偉豪 杜小喬 譚詠浩等演出的音樂劇 完成50場 之前參演過導演 第一部音樂劇的 向海南都有捧場 導演特別在台上 多謝Anne 原來Anne雖然沒有演出 但也給了不少意見 她每次寫了新歌 都會跟我分享 我自己很喜歡聽歌 所以當時聽到她的歌多的時候 突然間突然自己在家 就會自己撐起那首歌 這首歌是甚麼呢 原來是她的新歌 她這套劇二十多首歌 我都是由她一路創作的時候 一路又聽 Anne那麼喜歡這套音樂劇的歌 為什麼不演一份呢 其實最初她第一次寫完之後 她都有問我 要不要做校長的角色 其實我很喜歡校長的歌 尤其是有一兩首歌 我很喜歡的 但是我曾經說 但是你其中一個歌詞裡面 那句歌詞我真的不行 我說你不改那句歌詞 我不會做 那句歌詞就是 別像我現像六十多歲 我說我真的做不到六十多歲 音樂劇以少年學習 戀愛 家庭 夢想為主題 Anne看完都想起自己的家人 因為其實其中有一首歌 就是和父母關係 他們會說 家裡的門口永遠為你而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會觸碰我自己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和自己的父母一樣 就是我媽媽那些 永遠永遠我做什麼 她都是支持我 就是無論我做什麼 她都在背後支持我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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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嗎